大家好 这段时间养茶花 可能很多花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茶花停止了生长 那么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 茶花已经进入到休眠或者半休眠的状态 所以大家想要这段时间 让自己的茶花能正常的开花的话 就必须要打破它的自然规律 也就是改善茶花的生长环境 首先要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因为只有光合作用高了 光合产护才够丰富回流到主干这里 以后让根系能够继续的吸收同样中的养分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它吸收养分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要给它补充一些高热量的肥料 一般高热量的肥料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农家肥 这个时候大家要切记不要给它使用化肥 因为农家肥它的有机质非常丰富 本身有机质它的热量都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养分 或者是像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如果是这种芝麻饼肥的话 它的肥效就比较强一点 而且使用就会相对少一点 像我这一颗茶花的话 大概放上一抓就够了 我们看盆而定 盆越大使用就会越多 我们使用这种芝麻饼肥 只需要在盆土的旁边挖开一层土 然后将它浅埋就可以了 那么它在毒氧中就会慢慢的分解 然后产生高油量 产生养分 如果说我们想要在它短时间内分解养分的话 可以配合这种椰母负荷原液来使用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椰母负荷原液 它主要含的是油浴活菌 那么在油浴活菌的作用下 就能快速的分解土氧中的有机质 我们给它调好水之后 最好静止一个晚上再给它使用 这样的话经过一个晚上的活化之后 它里面的油浴活菌更加的丰富 再给它浇灌效果会更加的好 同时在这些油浴活菌的作用下 土氧就会变得更加疏松透气 而且有害菌减少 那么有害菌少了 茶花的根系就会更加的健康 从而达到快速吸收养分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晚上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个茶花 搬到室内来养护 因为室内的温度会比较高 这样的话通过这三种方法来打破它的休眠 那么正常开花是没问题的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